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周三发布的排名,因为全球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率飙升,香港不再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其榜首位置被以色列特拉维夫夺走。 由于货币走强以及食品、汽车价格的上涨,特拉维夫的排名上升了四位,首次登上榜首。 由于服装、个人护理等价格的下降,香港今年排名全球第五位。 同时,新加坡的排名上升了两位,与巴黎并列第二,而苏利市位居第四。 纽约、日内瓦、哥本哈根、洛杉矶和大阪基深前10名行列。 2021年全球生活成本报告采用大约200种产品的价格对173个城市进行了比较,包括食品、服装、家庭用品、房屋租金、交通和娱乐。 报告指出,数据是在今年8月至9月期间收集的,当时运费和油价扶摇直上,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报告表示,尽管全球大多数经济体证通过广泛的疫苗接种计划从冠状病毒流行中恢复过来, 但许多大城市仍然出现了感染率回升的情况,促使当局重新实施遏制措施。 这些措施扰乱了商品的供应,导致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 消费者需求的波动也影响了购买习惯,投资者信心影响了货币,进一步推升了价格。 平均而言,今年全球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了3.5%,达到5年来的最高点,高于去年的1.9%。 2019年的通货膨胀率约为2.8%。 运输成本的价格涨幅最大,无铅汽油跃升了21%。 香港仍然是购买汽油最昂贵的城市,一升无铅汽油售价为2.50美元。 今年的榜首位置主要由欧洲和亚洲发达城市占据,而中国的城市价格仍然相对失踪。 今年排名前三的中国城市是上海第19位,深圳22和北京36,与去年相比,他们都上升了几个名次。 在政府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实施刺激计划,压低了美元与其他货币的价值之后,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在排名中都有所下降。 报告表示,虽然随着工资的增长,生活成本在未来一年会进一步上升,但预计中央银行也会提高利率以阻止通货膨胀。 这意味着价格上涨应该从今年开始放缓。 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消费者价格通胀率将平均约为4.3%。 报告说,如果供应链中断出现缓解,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生活成本将稳定下来。 但是,最近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令人担忧的变种的Omicron冠状病毒菌株可能会给工作带来麻烦。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与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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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